陈奕迅怒爆其中黑幕,那应迫于压力宣布退出中国新歌声。 这几年以来国内的综艺节目飞快发展,受到了大家的欢迎,但是其中许多的节目剧本似乎过于戏剧化,让人不禁感到怀疑,那到底这些综艺节目里面是否存在猫腻呢? 近日,陈奕迅先生给了我们答案,爆料新上线的综艺节目《中国新歌声2》里的种种黑幕,在拍摄过程中导演竟然通过耳机向他下命令。 陈奕迅也很疑惑并且询问经理人好像合约里没有提到这些,以为是一场公平的竞赛。 前段时间陈奕迅参与了新节目《吹陈》,在面对陶杰、邹凯光等八位主持,受到主持人质问时,回答为什么会到《中国新歌声2》担任导师? 他回答说一方面是不断接受节目组邀请,另一方面是听说这个节目有很多水分,想自己见识一下。 之后就开始爆料,其中有一轮的时候有个学员我听声音觉得挺熟悉的,但是我没有转身选择他,因为我听出来了是以前淘汰的一个人的声音。 然后导演从耳机里说让纳英转身,我问导演为什么,我们几个都觉得不行,导演让我们说听他的再给这个学员一次机会,看我奇怪的反应导演就开始询问我怎么了怎么。 最后看到学员,我都怀疑,怎么又出现了一次。 同一季同一个比赛,可以无限复活吗? 我就很奇怪这个学员是和节目组有什么关系,还是有人事先给导演打过招呼了,导演事先排练好的剧本,纳英就在那边照住导演的座,完全不顾这个学员是否值得转身。 而很多本身条件很好的学员,却因为没有关系而被淘汰。 就在陈蜜逊爆料过该黑幕后,网上引起巨大的反响,纷纷质疑该节目的真实性。 其实自从这个节目开始火爆,纳英这位导师就一直在受到质疑,称他并不够格作导师,之前纳英就在节目里瞧不起刀狼,称他的没有代表性而受到网友的攻击。 一直有传闻称纳英会离开该节目录制,不过都是传闻,而就在2017年10月11日,纳英方面则通过工作室官方微博发布一则声明, 声明不再参加中国新歌声的节目的录制,正式宣布退出。 一旦公开选择歌唱方面有才华的人的综艺节目,本来就应该客观公正,不是你有关系你就能上,听本事吃饭才是正道,随主纳英的退出,希望节目组能够痛定思痛,整改节目组的风气,还我们一个全新前进的综艺节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